接下来我们临写这一行 这一行同样第一个字是个泽字 这个字字口就非常清晰 我们所说的字口就是 我们在选帖的时候 一般原则上尽量的选择 踏工精良 而且石头在几百上千年的留存过程中 残损不厉害的 或者残损非常少的 所以我们看雁塔证教序 它的字大部分都是非常清晰的 则 摄字 摄字它左边的提手写的具有动感 而右边三个耳字相叠加 并且戒了一横 相对来说处于一种静态 三个儿 一方 三个儿 一方 二方 一方 有一方 注意这些小短横之间 它们的方向 并不是简单的同向的排叠 这在书写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观察 注意这个鱼字 它左半部分写的连带飞动 这种以形入楷 表达出了 楚隋良雁塔圣教序 一个基本特征 这一点相对来说 斜度没有那么大 猴子 注意上下结构中 两个部分的抚养象背 这种短横 我们一再地强调 千万不能简单地对待 勾 向内包 注意撇画 对于空间的分割 那儿画 轻轻出 毫里的梨 我们来看 这两个横画 起笔方式不同 这个短束 它有一个这样 向内抱的弧度 而这边 而这边这个反文旁 它的势 又朝这边坠 所以变成 它是这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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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环抱 撇向外打 这边 无字 这个撇重 然后紧接着硬带 右边的短横 它这个短横用笔都轻一点 长横还是细径 求媚 它的弧度书写时候要注意 底下这个面子点画比较多 这个时候它的长笔画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 都要更加认真地对待 注意点之间的呼应 只有它们呼应的试表达出来了 这个字才不会散 割勾的姿态 还有跟各笔画之间的搭接 书写的时候也要注意 好 接下来我们看火灵的这一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